徐雪出轨了,我跟着他来到一家酒店门口,眼睁睁看着他钻进一个男人的怀里,像条求欢的鱼,而那个男人,我并不陌生,正是他的顶头上司林大壮。 妈的,这就是他说的加班,我攥紧拳头,正想冲过去干他们一顿,小姨子突然打电话来说儿子吐了,让我赶紧带去看看,没错,我们还有一个儿子,而他妈妈此刻正在别人的床上颠乱捣缝,赶紧的,回头我姐知道了,又得骂你。 小姨子有些不耐烦地说,骂我,他现在可没功夫骂我,不过小姨子的声音确实让我稍微冷静了点。 现在冲过去,除了出口恶气屁勇没有,而且看徐雪这熟练的样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在想到不久前无意间挑到他的手机,弹框里宝贝两个字格外绿,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我压着嗓子说,一进门,儿子抱着我的腿说,饿了,我看着那张和我半点不沾的脸,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好像有点发烧,我带他去检查一下。 到医院,我唬着儿子抽了血,然后带他去吃最喜欢的肯德基,爸爸真好儿子笑咪咪地说,徐雪平时可不准他吃这些。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做了亲子鉴定,晚上徐雪回家,我撞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和他亲密,他起初有些抗拒,但大概是怕被发现端倪,推诿了两下就顺从了。 我还尝试了一些以前不敢玩的花样,故意弄出一些动静,他都没有反对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八年夫妻,六岁的儿子。 最亲近的两个人都是假的,那还有什么是真的?我在河边坐了整整一天,看着眼前奔涌的河水,心想桥归桥,路归路,畜生不配被超度,回到家,小姨子正在看书,我拿出一条项链对他说,小方,快来帮你解试试,我总觉得这颜色太暗,不适合他。 时间是算好的,所以当许雪进门,刚好看到我给小姨子戴项链的一幕,披肩的长发,洁白的天鹅颈,和我轻轻触碰又迅速收回的手,一切都恰到好处,你们在干什么? 许雪声音变了调,小姨子闻言一哆嗦,脚下一软,刚好跌进我怀里,这可给许雪气坏了,他一个剑步上前拉开我俩,啪,一个巴掌就甩到我脸上。 沉冬,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我装作很慌乱的样子解释道,不是雪,你误会了,我误会你个S。 许雪说着,又想来挠我。 我赶忙拿出装项链的盒子说,看,买给你的。 怕不合适,请小方是看看来着。 盒子上清楚印着送给我最爱的老婆。 他看到,脸色这才稍微好点,但小方的脸色可就没那么好了,他本来就是个直性子,当即怒对他解道,有病吧,吓我一跳,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桌奸吗? 这话说的难听,又是他亲妹妹,徐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嘴上劝道,没事没事,误会误会,都是一家人。 心里想的,却是这才到哪儿,好戏才刚刚开始呢,我开始纵容小宝的一切行为习惯,陪他玩电子游戏,吃垃圾快餐,告诉他想要什么就去抢,得不到的就毁掉。 我知道怎样是对他好,自然也知道怎样是对他不好,晚上他也不让妈妈陪着睡觉了,因为我会给他讲故事,放电影,什么蛊惑仔,斗鱼,无耻之徒,我俩戴着耳机,悄悄地沉浸在那片红与黑的热血里,小宝越来越黏我,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而我抚摸着他稚嫩的脸颊,一遍一遍地告诉他,放心,爸爸会永远陪着你。 说实话,我曾经很爱这个儿子,可亲自鉴定的结果宛如一记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打破了我最后一次幻想,渐渐地许许察觉到小宝的问题。 时不时请家长,打架,不写作业,还喜欢乱发脾气,许许放下电话就开始骂我,你怎么带小宝的,都带成什么B样了? 我不紧不慢地回他道,小孩子嘛,都这样的,调皮是天性,慢慢就好了。 都这样,我没见哪个小孩像他这样,要成绩没成绩,要教养没教养,和外面那些街溜子有什么区别? 许雪气得口不择言,全然忘了小宝还在跟前,他七岁了,能听懂的,我讨厌妈妈。 他哭着冲回卧室,喷一声关上了门,许雪在外面继续不依不饶。 而我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母子俩开始离心,这就是我要的,周末老丈人约吃饭,许雪半道接了个电话说要加班, 我看着来电显示,那个熟悉的林总,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取了一只鸡, 但我表面仍不动声色,笑眯眯地叮嘱他道,行,老婆辛苦了,晚上早点回来。 一到家,老两口就围着小宝,嘘寒问暖,然后叫我去厨房做饭,他们向来这样,指使我, 因为我是外地人,能娶到许雪这种本地待房的岳父母还是体制内。 高知,纯属祖坟冒清烟,是,我祖坟冒清烟,头上才会这么绿,小冬啊,你等下鸡汤炖好,记得留一碗起来给雪雪熬。 他那么辛苦,周末还加班,再看看你,爱,爱你妈个鸟雕毛他,加班给人吹口琴呢, 我心想,嘴上说的却是,好的妈,还是您想的周到。 不一会儿,小姨子也回来了,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他今年二十三,大学刚毕业,小半年了,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 我一边盛饭,一边假装不经意地说,小方,我下个月就生经理了,要招个助理,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一个月干好了,六七千还是有的。 真的?小姨子眼睛一亮,那还有假?我停下来。 看着岳父岳母,忍不住真情流露道,多亏你们这个安定的大后方,我才能生这么快,谢谢爸,谢谢妈,也谢谢小方。 丈母娘笑得合不拢嘴,好,好,爸妈没看错人,就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 没看错人,我心里冷冷一笑,也不知道当年是谁死活不同意徐雪嫁给我的,说什么没车,没房没户口,学习好没用,孩子要姓徐,想到这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我心中生起,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徐雪凌晨一点多才回来,我闻着她身上那股高级的男士香。 变态的心里又涌了上来,我搂过她的腰亲上去,想在客厅就地亲密一番,彼时其他人都睡了,在这死气沉沉的深夜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向老婆了。 我故意这么说,果然徐雪推诿了几下就顺从了。 要知道,以前我们可从没有在自家床以外的地方亲热过,我心里清楚她是出于愧疚才答应的,于是更猖狂,更肆无忌惮,仿佛要把所有怨气都发泄进她身体里。 期间小姨子房门似乎打开了一下,又很快关上了,我听在耳里,只觉得无比刺激。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才回房间,小宝睡得正香,而隔壁匆匆的脚步声,应该是不知道憋了多久,终于可以上厕所的老丈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看着一旁精疲力尽的徐雪,心想,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很和谐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你的背叛即将变得支离破碎。 晚饭时候,老丈人告诉徐雪,徐方工作有着落了,徐雪很高兴,但一听到是去给我当助理,立刻大发雷霆道,不行,不准去。 语气之强硬,饶恕我也没有想到,姐你什么意思,徐方脸一下就垮下来了。 也是,早久玩五家双修,一个月轻松几大千,这么好的工作哪里找,更别提顶头上司是姐夫,这在公司里还不得横着走,可徐雪就是不同意,有什么能力找什么工作,我不会让你走后门的。 她态度很明确,给徐方气的,不是,我找工作凭什么要你同意啊? 就凭我是你姐。 我一度怀疑徐雪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才不准徐方来我这上班,但架不住小姨子,一哭二闹三上吊,岳父母也一直帮着说好话,徐雪最终答应,让走正规流程,面试加比试,通过了就入职,没通过就算了,小方这么优秀,一定没问题的。 我如是道,然后心里盘算着,回去怎么跟人是说好话,就知道姐夫最好了徐方冲我比了个wink,我心虚地瞟了眼徐雪。 没想到她也正看着我,眼里的意味说不清,道不明,不管了,开工没有回头见,你自己做得恶,可怨不得我。 说实话,从知道徐雪出轨到今天,我跟着她走遍了C十个大酒店,看了无数过去未曾见过的精致打扮,从最初的暴怒,不理解,到平静,无所谓,我的内心已经逐渐变得麻木。 隐暗,甚至有些扭曲,离婚太便宜她了,我要她家破人亡,徐方入职很顺利,当然,私下费了点功夫,徐雪知道后,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陈东你什么意思? 明知道小方,她不适合这个岗位。 我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怎么不适合了?活少钱多,多少人抢着药呢?我想着,这种好事,当然要便宜自家人。 她一不会喝酒,二不会应酬,有什么用? 哦,原来她以为我要让小方去学着喝酒应酬,那真是太小看我了。 不会的老婆,我虽然是做市场的,但手下还有那么多销售,怎么也轮不到让个内勤去干这种事。 她要干的,可比这厉害多了,真的。 徐雪半信半疑,那她能干什么?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的。 我笑了笑,慢慢靠近徐雪,四目相对,几乎脸贴着脸,她呼出的暖气轻轻打在我脸上,像在扇我耳光,放心吧老婆,我会手把手教她的。 说完就亲了上去,顺便摁掉了正在通话中的电话,我开始带着徐芳出入各种场合,助理嘛,自然要跟着经理,不论上班还是加班,陪我带娃也属于加班。 徐雪忙的时候我就会叫上她一起,带着小宝出去吃喝玩乐,什么可乐薯条炸鸡块,起码冲浪过山车,全是徐雪明令禁止的,当妈的主要怕危险,但我不怕,一是我不做。 二来,小宝的意外显二百万,受益人是我,徐芳刚开始还不太乐意,但每次结束后我都会送她礼物。 小到口红香水,大到手串项链,再加上小宝又是她亲侄子,渐渐的,她也融入了这个家庭的氛围里,有一次我们去坐热气球,我本来不想上,工作人员说了句不行哦,要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她大概是好意,想让爸爸也参与进来。 我听在耳里,突然心声一记,我把小宝拉到一边,小声告诉她,你刚才听到了,这个热气球只能爸爸妈妈带宝宝做,所以你得暂时叫小姨妈妈,知道吗? 小宝不宜有她,为了坐热气球,一秒都没有犹豫,就得与徐芳教导,妈妈妈妈,快带我坐。 徐芳脸刷的一下红成了猴子屁股,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登上了热气球,期间我恐高,好几次下软在徐芳怀里,她搂着我小声安慰,而小宝也谨遵我的主妇,全程都叫徐芳妈妈。 落地后,我花高价买下了这段视频,美琴名曰留作纪念,小芳,谢谢你今天陪我们,小雪平时工作忙,小宝难得这么开心,我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卡地的礼品袋,里面是一个包,正价小三万,徐芳肉眼可见地激动起来,两眼冒着星星说,姐夫,这也太贵重了吧。 要是被我姐知道,又得骂你败家了。 上班还有工资呢,你只是帮你姐姐陪伴我们,当然也该有酬劳才是。 我说的一本正经,谁知小芳愣了一下,然后轻轻说了句,不用这么见外,其实我,我也很愿意的。 公司推出了一批特价房,仅供内部购买,比周围房价便宜了好几十万, 徐芳听到消息,立刻跑来问我,我告诉,她是有这么回事,而且以我的职务,肯定可以拿到名额, 不过就算便宜几十万,也要一百多,还得全款,你知道的,当初我和你姐买房子, 你爸妈已经支持了首付,我再去要,不合适啊。 我故作为难地说,那以我的名义呢? 徐芳两眼放光,恕不知我心里放的光比她更甚,这次卖楼,明面上是员工福利, 实际是公司资金周转出问题了,再用这种方式众筹,再说那房子问题颇多, 比如地理位置,房屋质量,最重要是产权,没个十年八年的办不下来, 但架不住便宜啊,而且高层放出风声,什么化为经济去了以后,要怎么怎么样, 一副今天的我你爱达不理,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的样子, 我一边假装可惜,一边不动声色的鼓吹道,哎,可惜小宝已经上学了, 学区房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不然那地方是真不错, 等配套起来,房价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哦,果然,徐芳坐不住了, 姐夫,你一定要把名额争取到爸妈那边我去说, 当晚老丈人就召开了家庭会议,没想到徐雪第一个反对,不行, 他还那么小,买什么房子,再说,现在家里也拿不出一百万那么多, 徐芳听了当即火冒三丈,凭什么给你买就有钱给我买就没有, 我小妈生的,我是买来结婚,是吧,不是买来骗姐夫月公的吗? 什么?徐雪听了一愣? 哈哈,没想到被我听到了吧, 爸妈出首富房子,落你名姐夫还房贷以后,万一有什么房子归你, 啪,一劲儿光,重重扇在徐芳脸上,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是徐雪,他此刻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再也没了往日端庄矜持的模样, 而我,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冷冷一笑,徐芳要跳楼,父母的区别对待, 还平白挨了一巴掌,以他那骄横跋扈的性格,跳楼也是合情合理的, 岳母顿时慌了神,忙不迭地答应道, 买,妈给你买,不就一房子咱买就是了,你快下来别采花了, 哦,这会儿又有钱了,徐芳站在窗台上,脸上的表情不似说着玩, 我,我和你爸还有四十万,都给你,都给你,岳母叫岳父赶紧去拿存折, 那剩下的怎么办?岳母哭红了眼的看向徐雪, 太姐,你要首付的时候我可是一点没犹豫,这会儿就帮帮你妹妹吧, 啊,徐雪脸色难看极了,疯了吧我,哪来那么多钱? 你们有房子,可以抵押贷款,徐芳好心提醒道, 当然,这些都是我不经意间透露给她的, 正所谓不打没准备的仗,徐雪那点金粮, 我拿捏得明明白白,把我房子抵押了,给你买, 徐雪气笑了,徐芳也不多说,做事就要往下跳, 丈母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你们两个别闹了行不行, 是我和你爸没能力,没有给你们一人买一套。 她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满头银丝在阳光的照射下更白了, 我赶紧上前扶起她,红着眼睛对徐雪说,老婆算了,就听妈的吧, 一家人和和气气才最重要。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房子又没你的份? 都别说了。 丈母娘背好一声,整个房间瞬间安静如鸡, 小方,你先下来,妈答应你,给你买。 然后她又转向徐雪,雪,算妈借你的。 行嘛,我给你打欠条,徐雪到底是溜不过她妈, 还是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带出来六十万, 加上劳两口的四十万,一百万, 整整齐齐,一分不少,恭喜你, 即将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庆功宴上,我举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徐方, 因为她,我拿了十多万提成, 而整个公司一共筹到两个多亿的现金, 还得谢谢姐夫帮我抢名额呢, 徐方今天打扮得格外娇俏, 看向我的眼神里,好像也多了点别的情绪, 宴会上她频频碰杯,推杯换盏, 不一会儿就醉醺醺的了。 我借口送她回去,告别了大家, 副驾上的徐方软软的,像一滩水, 怎么也不肯系安全带, 我担心出事,只好探过身子去帮她, 谁知她一把搂过我的脖子, 四目相对,眼神拉丝, 越来越重的呼吸间,有欲望在翻涌。 姐夫,这个家只有你懂我, 姐夫,今晚我不想回去, 这一夜,我们都没有回去,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激情过后,徐方沉沉睡去, 当然,也可能是我酒里的安眠药剂量放大了些, 兮兮,随后我拿出徐雪的工作服给她套上, 摆出好些个惹人遐想的姿势。 从下往上的,从后往前的, 伴随着相机咔嚓咔嚓, 各种形态的徐雪被我收入相册。 当然,还有视频,屋内灯光昏暗, 床上一片狼藉,剧烈动作的时候, 女主角披头散发, 隐约露出那张与徐雪七十八分相似的脸, 格外诱人,我把拿来还房贷的钱都花在徐方身上了, 吃饭,逛街,买礼物,当然,还有开房。 前两个月,徐雪没好意思问, 可能她觉得我在她家听到那些言论心里有气, 故意不给,为此她特意放下身段来讨好了我几次, 玩了些之前未曾玩过的花样。 我假装很惊喜,实际心里想的是不如你妹, 一次做完后,她试探着问我, 最近老收到催款信息, 你是不是忘记往卡里打钱了? 我恍然道,啊,忘记告诉你, 最近跟着朋友搞投资, 钱都投进去了。 徐雪一听,像炸了毛的猫, 什么? 投资? 投什么了? 为什么要投资啊, 你又不会那房贷怎么办? 一顿输出后, 可她可能意识到有点失态, 又放缓语气道, 你知道的, 我的收入只够日常花销, 前两个月房贷都是找公司预支的, 说到这。 她主动亲了我一下, 又问, 能不能先拿出来? 我为难地看着她, 恐怕不行, 这时候拿出来本金就没了。 徐雪脸色一僵, 那你投了多少啊? 二十万。 什么? 二十万。 徐雪绷不住了, 陈东你有病吧, 我们一共存款才多少, 你敢投二十万。 哎呀, 老婆你就放心吧, 政府项目, 稳赚不赔的。 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这几个月先辛苦老婆下, 到时候二十万出去, 三十万回来, 都是你的。 然而, 徐雪没等到三十万, 先等到了徐芳怀孕的消息, 没错, 我的肿, 怎么办啊, 东哥。 徐芳看着手里的报告单, 一脸惊慌, 我把他搂进怀里。 温柔地说, 你如果喜欢小孩, 就生下来, 我养, 如果不喜欢, 就打掉, 我会照顾你。 简单两句话, 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徐芳, 我们的关系并不耻辱, 你随时可以告诉家里人, 我都会站出来。 那一刻, 徐芳脸色变了又变, 好像在做什么剧烈的思想斗争, 没错, 我在怂恿他公开, 这样我才可以继续我的计划, 可没想到, 自私如徐芳, 居然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怎么行, 这可是我唯一的骨肉, 我知道这是硬圈不行, 于是借着陪他做手术的名头。 悄悄买通医生, 说他的子宫臂很薄, 强行堕胎的话, 可能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果然这番话把徐芳吓得不行, 毕竟每个女人都有当母亲的权利, 于是思前想后, 他决定坦白, 爸、 妈, 我怀孕了。 周末的家庭聚餐上, 徐芳缓缓说出这番话, 直接把另外三人炸蒙了, 他们一动不动, 仿佛三座雕塑, 直到谁的筷子掉在桌子上, 发出啪哒一声, 谁的? 丈母娘首先发问, 徐芳看了我一眼, 我笑笑, 轻轻放下酒杯, 缓缓说道, 我的。 下一秒, 老丈人手中的杯子就朝着我脸飞过来。 我不躲不闪, 正中鼻梁, 一股温暖的液体流出来, 刺鼻的血腥味充满鼻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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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母娘浑身发抖地指着我, 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不理她, 抹了把脸上的血, 转头看向身旁的徐雪, 你呢, 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刻徐雪脸色刷白, 嘴巴动了动, 好半天才憋出两个字, 畜生。 哦, 什么畜生? 我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摞照片, 一张一张放到茶几上, 是这样的畜生吗? 照片都是徐雪和林大壮偷情时候拍的。 有香涌入酒店的, 有山顶停车瓶的, 你们是不知道, 那天夕阳西下。 白色的引擎盖上落日余晖, 徐雪光溜溜的身子像盖着一层金子做的纱, 可好看了, 我一边分发照片, 一边给他们一一讲解, 这家酒店他们经常去, 不过我和小方是过了, 服务很差, 收费还贵, 你住口。 徐雪终于忍不住, 发疯似地叫起来, 陈东你什么意思? 嗯, 什么意思? 他做事就要扑过来抢照片, 我可不惯着, 一把把他推开, 这些照片我影印了很多份, 你是想关在家里自己看? 还是叫上隔壁邻居一起看? 或者明天去公司和同事们看? 哦, 对了, 一定要叫上你领导, 爱情动作片怎么能没有男主角呢? 徐雪眼睛冲血, 嘴里叫嚣着, 陈东我杀了你, 我也不甘示弱, 你来啊, 都给我闭嘴。 老张人一拍桌子, 数百张照片洋洋洒洒落了一地, 你们, 你们, 他捂着胸口, 好像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丈母娘哭着, 替他问了, 徐雪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看了徐方一眼, 又掏出一份报告递给二老, 说, 别什么, 想有个自己的种而已。 没错, 是小宝的亲子鉴定, 上面明晃晃写着违反遗传规律, 排除突变因素, 我替你老徐家养了这么多年贱人和野种, 你们陪我一个, 不过分吧。 话说到这, 徐方终于明白过来, 陈东你什么意思? 拿我当报复的工具?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丈母娘一声惊叫, 老徐。 老徐你怎么了? 老徐。 老徐。 只见老丈人仰面朝上, 脸色惨白, 嘴唇污子, 太阳穴青筋爆起, 喉咙里不断发出咕咕的声音, 老丈人心耿走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丈母娘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眼里再也没有了光, 追到会上, 她呆若木鸡, 面对亲戚朋友的慰问, 也有一搭没一搭的硬着, 只有在看到我时, 那股强烈的恨意, 让我很是内疚, 你走吧, 徐方不让我进去, 以后我家的事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徐雪站在她身后, 也是一脸默然, 我会和你离婚, 房子是我的, 债务也是我的, 与你无关。 这时小宝看到我, 想扑过来, 被他妈一把拉住, 不许去。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小宝如今性格很是跋扈, 他一口咬在徐雪手臂上, 后者吃痛, 他急忙挣脱出来, 扑进我怀里, 坏妈妈。 我才不要跟着你, 腰换以前我可能会开心,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可今天。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氛围,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乖, 过去你妈妈那里, 爸爸改天来看你。 不, 我就要和爸爸在一起, 他不是你爸爸。 徐雪突然尖叫一声, 三两步迈到我面前, 一把抢过小宝, 指着我对他说, 他不是你爸爸, 知道吗? 他不是你爸爸, 他是, 你才不是我妈妈, 你好可怕, 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哈, 一记耳光重重扇在小宝脸上, 徐雪赤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你在出现在小宝面前, 别怪我不客气。 这时, 听到响动的宾客们纷纷围过来看情况, 徐雪怕失去理智, 连脱带拽地拎着撒泼打混的小宝离开了, 这就是你的计划。 徐方冷漠地看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并不觉得自己错了, 回呛道, 他不忍, 我不义, 这叫天道好轮回。 说话间, 我突然看到林大壮, 徐雪的领导, 他那个拼头, 居然斜着妻子也来了, 他静止走到小宝跟前, 拿出一摞钱塞给他, 然后摸了摸他的脑袋, 似乎想抱抱他, 却被小宝躲开了, 我看着那两张莫名相似的脸。 顿是气不打一出来, 立刻走到林大壮老婆面前, 把手机里的照片视频逐一放给他看, 诺, 你的老公和我的老婆。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不一会儿, 周围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沉冬你发什么疯。 徐雪慌了, 林大壮健壮就要过来抢手机, 我立刻指着他说, 你不想我把这些发到你们公司邮箱就滚开。 林大壮瞬间哑了火, 拉起他老婆就想离开, 没想到他老婆一把甩开他的手,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张亲子鉴定和旁边贴的小宝和林大壮的脸。 他们结婚二十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这不会吧? 小宝好像七岁了, 那沉冬这帽子戴得可够久熬, 听说徐家老二怀孕了勒, 也没结婚的, 一个生活不检点, 一个未婚先孕, 他老徐家门风够呛啊, 今天来的人大多是老徐家的亲朋友, 眼下都开始议论纷纷, 声音虽小, 却也很难当作听不到, 你们别说了。 徐雪肉眼可见地颤抖起来, 突然, 砰的一声,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丈母娘竟一头撞在了老丈人林前, 鲜血顺着额头缓缓流下, 染红了地上一大片香灰, 骂, 骂, 徐雪徐方见状, 立刻冲上前扶起他, 一边找东西止血, 一边哆嗦着打120, 大家此刻也没了吃瓜的兴致, 纷纷晋升, 帮忙的帮忙, 离开的离开, 二老双双故去, 徐雪和徐方处理完后事后同时离职, 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 房子卖了, 钱用来还债, 同事们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行径, 经常私下议论, 看到我又避腿三射, 我受不了, 没多久也辞职走了, 说起来, 当年考到C市读大学, 我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如今二十年过去, 我仍然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是我错了吗? 错在哪里呢? 错在没有忍气吞声, 错在不能君子报仇, 只是每每午夜梦回, 想到徐方那张无辜的小脸, 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 我也无辜, 于是用了两个无辜来抵消我一个, 我没有深明大义, 没有宽容大度, 我小心眼, 我有愁必报, 于是我就报了, 哪怕我的结局并不好, 徐雪出轨了, 我跟着他来到一家酒店门口, 眼睁睁看着他钻进一个男人的怀里, 像条求欢的鱼, 而那个男人, 我并不陌生, 正是他的顶头上司林大壮, 妈的, 这就是他说的加班, 我钻紧拳套, 正想冲过去干他们一顿, 小姨子突然打电话来说, 儿子吐了, 让我赶紧带去看看, 没错, 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而他妈妈此刻正在别人的床上颠乱捣缝, 赶紧的, 回头我姐知道了, 又得骂你, 小姨子有些不耐烦地说, 骂我, 她现在可没功夫骂我, 不过小姨子的声音, 确实让我稍微冷静了点, 现在冲过去, 除了出口恶气屁用没有, 而且看徐雪这熟练的样子,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在想到不久前, 无意间瞟到她的手机, 弹框里宝贝两个字格外绿, 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我压着嗓子说, 一进门, 儿子抱着我的腿说, 饿了, 我看着那张和我半点不沾的脸, 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好像有点发烧, 我带她去检查一下, 到医院, 我唬着儿子抽了血, 然后带她去吃最喜欢的肯德基, 爸爸真好儿子笑咪咪的说, 徐雪平时可不准她吃这些,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们做了亲子鉴定, 晚上徐雪回家, 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和她亲密, 她起初有些抗拒, 但大概是怕被发现端倪, 推诿了两下就顺从了, 我还尝试了一些以前不敢玩的花样, 故意弄出一些动静, 她都没有反对,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八年夫妻, 六岁的儿子, 最亲近的两个人都是假的, 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我在河边坐了整整一天, 看着眼前奔涌的河水, 心想桥归桥, 路归路, 畜生不配被超度, 回到家, 小姨子正在看书, 我拿出一条项链对她说, 小方, 快来帮你解试试, 我总觉得这颜色太暗, 不适合她, 时间是算好的, 所以当徐雪进门, 刚好看到我给小姨子戴项链的一幕, 披肩的长发, 洁白的天鹅井, 和我轻轻触碰, 又迅速收回的手, 一切都恰到好处, 你们在干什么? 徐雪声音变了调, 小姨子闻言一哆嗦, 脚下一软, 刚好跌进我怀里, 这可给徐雪气坏了。 她一个剑步上前拉开我俩, 怕一个巴掌就甩到我脸上, 沉冬, 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我装作很慌乱的样子解释道, 不是雪,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个S。 徐雪说着, 又想来挠我, 我赶忙拿出装项链的盒子说, 看, 买给你的, 怕不合适, 请小芳是看看来着。 盒子上清楚印着送给我最爱的老婆, 她看到, 脸色这才稍微好点, 但小芳的脸色可就没那么好了, 她本来就是个直性子, 当即怒对她解道, 有病吧, 吓我一跳,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桌奸吗? 这话说得难听, 又是她亲妹妹, 徐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嘴上劝道, 没事没事, 误会误会, 都是一家人。 心里想的, 却是这才到哪儿, 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我开始纵容小宝的一切行为习惯, 陪她玩电子游戏, 吃垃圾快餐, 告诉她想要什么就去抢, 得不到的就毁掉, 我知道怎样是对她好, 自然也知道怎样是对她不好, 晚上她也不让妈妈陪着睡觉了, 因为我会给她讲故事, 放电影, 什么蛊惑仔, 逗鱼, 无耻之徒, 我俩戴着耳机。 悄悄地沉浸在那片红与黑的热血里, 小宝越来越黏我, 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而我抚摸着他稚嫩的脸颊, 一遍一遍地告诉他, 放心, 爸爸会永远陪着你。 说实话, 我曾经很爱这个儿子, 可亲自鉴定的结果, 宛如一记耳光, 狠狠抽在我脸上, 打破了我最后一次幻想, 渐渐地, 徐雪察觉到小宝的问题, 时不时请家长, 打架, 不写作业, 还喜欢乱发脾气, 徐雪放下电话就开始骂我, 你怎么带小宝的? 都带成什么B样了? 我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小孩子嘛, 都这样的, 调皮是天性, 慢慢就好了。 都这样, 我没见哪个小孩像他这样, 要成绩没成绩, 要教养没教养。 和外面那些街溜子, 有什么区别? 徐雪气得口不择言, 全然忘了小宝还在跟前, 他七岁了, 能听懂的, 我讨厌妈妈。 他哭着冲回卧室, 喷一声关上了门, 徐雪在外面继续不依不饶, 而我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母子俩开始离心, 这就是我要的, 周末老丈人约吃饭, 徐雪半道接了个电话说要加班, 我看着来电显示, 那个熟悉的林总,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有那么一刻, 我感觉自己取了一只鸡, 但我表面仍不动声色, 笑眯眯地叮嘱他道, 行, 老婆辛苦了, 晚上早点回来。 一到家, 老两口就围着小宝, 嘘寒问暖, 然后叫我去厨房做饭, 他们向来这样指使我, 因为我是外地人, 能娶到徐雪这种本地待房的, 岳父母还是体制内, 都知纯属祖坟冒清烟, 是, 我祖坟冒清烟, 头上才会这么绿, 小冬啊, 你等下鸡汤炖好, 记得留一碗起来给雪雪熬, 他那么辛苦, 周末还加班, 再看看你, 爱, 爱你妈的鸟雕毛他, 加班给人吹口琴呢, 我心想, 嘴上说的却是, 好的妈, 还是您想的周到。 不一会儿, 小姨子也回来了, 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他今年二十三, 大学刚毕业, 小半年了, 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 我一边盛饭, 一边假装不经意地说, 小芳, 我下个月就生经理了, 要招个助理, 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一个月干好了, 六七千还是有的。 真的? 小姨子眼睛一亮, 那还有假? 我停下来, 看着岳父岳母, 忍不住真情流露道, 多亏你们这个安定的大后方, 我才能生这么快, 谢谢爸, 谢谢妈, 也谢谢小方。 丈母娘笑得合不拢嘴, 好, 好, 爸妈没看错人, 就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 没看错人, 我心里冷冷一笑, 也不知道当年是谁死活不同意徐雪嫁给我的, 说什么没车, 没房没户口, 学习好没用, 孩子要姓徐, 想到这一个邪恶的念头在我心中生起,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徐雪凌晨一点多才回来, 我闻着她身上那股高级的男士香, 变态的心里又涌了上来, 我搂过她的腰亲上去, 想在客厅就地亲你一番, 彼时其他人都睡了, 在这死气沉沉的深夜里, 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向老婆了。 我故意这么说, 果然徐雪推诿了几下就顺从了, 要知道, 以前我们可从没有在自家床以外的地方亲热过, 我心里清楚她是出于愧疚才答应的。 于是更猖狂, 更肆无忌惮, 仿佛要把所有怨气都发泄进她身体里。 期间小姨子房门似乎打开了一下, 又很快关上了, 我听在耳里, 只觉得无比刺激, 天蒙蒙亮的时候, 我们才回房间, 小宝睡得正香, 而隔壁匆匆的脚步声, 应该是不知道憋了多久, 终于可以上厕所的老丈人,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看着一旁精疲力尽的徐雪, 心想, 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很和谐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你的背叛, 即将变得支离破碎, 晚饭时候, 老丈人告诉徐雪, 徐方工作有着落了。 徐雪很高兴, 但一听到是去给我当助理, 立刻大发雷霆道, 不行, 不准去, 语气之强硬, 饶恕我也没有想到, 姐你什么意思? 徐方脸一下就垮下来了, 也是, 早就完五家双修, 一个月轻松几大千, 这么好的工作哪里找, 更别提顶头上司是姐夫, 这在公司里还不得横着走, 可徐雪就是不同意, 有什么能力找什么工作, 我不会让你走后门的。 她态度很明确, 给徐方气的, 不是, 我找工作凭什么要你同意啊? 就凭我是你姐。 我一度怀疑徐雪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才不准徐方来我这上班, 但架不住小姨子, 一哭二闹三上吊, 岳父母也一直帮着说好话, 徐雪最终答应, 让走正规流程, 面试加比试, 通过了就入职, 没通过就算了, 小方这么优秀, 一定没问题的。 我如是道, 然后心里盘算着, 回去怎么跟人事说好话, 就知道姐夫最好了徐方冲我比了个wink, 我心虚地瞟了眼徐雪, 没想到他也正看着我, 眼里的意味说不清, 道不明, 不管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你自己做的恶。 可怨不得我, 说实话, 从知道徐雪出轨到今天, 我跟着他走遍了C十个大酒店, 看了无数过去未曾见过的精致打扮, 从最初的暴怒, 不理解, 到平静, 无所谓, 我的内心已经逐渐变得麻木, 阴暗, 甚至有些扭曲, 离婚太便宜他了, 我要他家破人亡, 徐方入职很顺利, 当然, 私下费了点功夫, 徐雪知道后, 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 陈东你什么意思? 明知道小方他不适合这个岗位, 我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 怎么不适合了? 活少钱多, 多少人抢着药呢? 我想着, 这种好事, 当然要便宜自家人。 他一不会喝酒, 二不会应酬, 有什么用? 哦, 原来他以为我要让小方去学着喝酒应酬, 那真是太小看我了。 不会的老婆, 我虽然是做市场的, 但手下还有那么多销售, 怎么也轮不到让个内勤去干这种事? 他要干的可比这厉害多了, 真的? 许雪半信半疑, 那他能干什么? 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的。 我笑了笑, 慢慢靠近许雪, 四目相对, 几乎脸贴着脸, 他呼出的暖气, 轻轻打在我脸上, 像在扇我耳光, 放心吧老婆, 我会手把手教他的。 说完就亲了上去, 顺便摁掉了正在通话中的电话, 我开始带着徐芳出入各种场合, 助理嘛。 自然要跟着经理, 不论上班还是加班, 陪我带娃也属于加班, 许雪忙的时候我就会叫上他一起, 带着小宝出去吃喝玩乐, 什么可乐薯条炸鸡块, 骑马冲浪过山车, 全是许雪明令禁止的, 当妈的主要怕危险, 但我不怕, 一是我不做, 二来小宝的意外显二百万, 受益人是我, 徐芳刚开始还不太乐意, 但每次结束后, 我都会送他礼物, 小到口红香水, 大到手串项链, 再加上小宝又是他亲侄子, 渐渐的, 他也融入了这个家庭的氛围里, 有一次我们去做热气球。 我本来不想上, 工作人员说了句不行哦, 要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 他大概是好意, 想让爸爸也参与进来, 我听在耳里, 突然心声一记, 我把小宝拉到一边, 小声告诉他, 你刚才听到了, 这个热气球, 只能爸爸妈妈带宝宝做, 所以你得暂时叫小姨妈妈, 知道吗? 小宝不宜有他, 为了做热气球, 一秒都没有犹豫, 就对徐芳叫道, 妈妈妈妈, 快带我坐。 徐芳脸刷的一下, 红成了猴子屁股,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登上了热气球。 期间我恐高, 好几次下软在徐芳怀里, 他搂着我小声安慰, 而小宝也谨遵我的主妇, 全程都叫徐芳妈妈, 落地后, 我花高价买下了这段视频, 美琴名曰留作纪念, 小芳, 谢谢你今天陪我们, 小雪平时工作忙, 小宝难得这么开心, 我从后备箱拿出一个 Cuddy的礼品袋, 里面是一个包, 正价小三万, 徐芳肉眼可见地激动起来, 两眼冒着星星说, 姐夫, 这也太贵重了吧, 要是被我姐知道, 又得骂你败家了, 上班还有工资呢, 你只是帮你姐姐陪伴我们, 当然也该有酬劳才是, 我说的一本正经, 谁知小芳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说了句, 不用这么见外, 其实我, 我也很愿意的, 公司推出了一批特价房, 仅供内部购买, 比周围房价便宜了好几十万, 徐芳听到消息, 立刻跑来问我, 我告诉她是有这么回事, 而且以我的职务, 肯定可以拿到名额, 不过就算便宜几十万, 也要一百多, 还得全款, 你知道的, 当初我和你姐买房子, 你爸妈已经支持了首付, 我再去要, 不合适啊, 我故作为难地说, 那以我的名义呢, 徐芳两眼放光, 殊不知我心里放的光比她更甚, 这次卖楼, 明面上是员工福利, 实际是公司资金周转出问题了, 再用这种方式众筹, 再说那房子问题颇多, 比如地理位置, 房屋质量, 最重要是产权, 没个十年八年的办不下来, 但价不住便宜啊, 而且高层放出风声, 什么化为经济区了以后, 要怎么怎么样, 一副今天的我你爱达不理,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的样子, 我一边假装可惜, 一边不动声色的鼓吹道, 哎, 可惜小宝已经上学了, 学区房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 不然那地方是真不错, 等配套起来, 房价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哦, 果然徐芳坐不住了, 姐夫, 你一定要把名额争取到, 爸妈那边我去说, 当晚老丈人就召开了家庭会议, 没想到徐雪第一个反对, 不行, 他还那么小, 买什么房子, 再说, 现在家里也拿不出一百万那么多, 徐芳听了当即火冒三丈, 凭什么给你买, 就有钱给我买就没有, 我小妈生的, 我是买来结婚, 是吧, 不是买来骗姐夫月宫的吗, 什么, 徐雪听了一愣, 哈哈, 没想到被我听到了吧, 爸妈出首富房子, 落你名姐夫还房贷以后, 万一有什么房子归你, 啪, 一戒耳光, 重重扇在徐芳脸上,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是徐雪, 他此刻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 再也没了往日端庄矜持的模样, 而我,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冷冷一笑, 徐芳要跳楼, 父母的区别对待, 还平白挨了一巴掌, 以他那骄横跋扈的性格, 跳楼也是合情合理的, 岳母顿时慌了神, 忙不迭地答应道, 买, 妈给你买, 不就一房子咱买就是了, 你快下来别采花了, 呜呜, 哦, 这会儿又有钱了, 徐芳站在窗台上, 脸上的表情不似说着玩, 我, 我和你爸还有四十万, 都给你, 都给你, 岳母叫岳父赶紧去拿存折, 那剩下的怎么办, 岳母哭红了眼地看向徐雪, 她姐, 你要首付的时候, 我可是一点没犹豫, 这会儿就帮帮你妹妹吧, 啊, 徐雪脸色难看极了, 疯了吧我, 哪来那么多钱, 你们有房子, 可以抵押贷款, 徐芳好心提醒道, 当然, 这些都是我不经意间透露给她的, 正所谓不打没准备的仗, 徐雪那点金粮, 我拿捏得明明白白, 把我房子抵押了, 给你买, 徐雪气笑了, 徐芳也不多说, 做事就要往下跳, 丈母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你们两个别闹了行不行, 是我和你爸没能力, 没有给你们一人买一套, 她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满头银丝在阳光的照射下更白了, 我赶紧上前扶起她, 红着眼睛对徐雪说, 老婆算了, 就听妈的吧, 一家人和和气气才最重要,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房子又没你的份, 都别说了, 丈母娘背好一声, 整个房间瞬间安静如机, 小方, 你先下来, 妈答应你, 给你买, 然后她又转向徐雪, 雪, 算妈借你的, 行吗? 我给你打欠条, 徐雪到底是溜不过她妈, 还是把房子拿去抵押了, 带出来六十万, 加上劳两口的四十万, 一百万, 整整齐齐, 一分不少, 恭喜你, 即将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庆功宴上, 我举着酒杯, 笑眯眯的看着徐芳, 因为她, 我拿了十多万提成, 而整个公司, 一共筹到两个多亿的现金, 还得谢谢姐夫帮我抢名额呢, 徐芳今天打扮得格外娇俏, 看向我的眼神里, 好像也多了点别的情绪, 宴会上她频频碰杯, 推杯换盏, 不一会儿就醉熏熏的了, 我借口送她回去, 告别了大家, 附家上的徐芳软软的, 像一滩水, 怎么也不肯系安全带, 我担心出事, 只好探过身子去帮她, 谁知她一把搂过我的脖子, 四目相对, 眼神拉丝, 越来越重的呼吸间, 有欲望在翻涌, 姐夫, 这个家只有你懂我, 姐夫, 今晚我不想回去, 这一夜, 我们都没有回去,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激情过后, 徐芳沉沉睡去, 当然, 也可能是我酒里的安眠药剂量放大了些, 嘻嘻, 随后我拿出徐雪的工作服, 给她套上, 摆出好些个惹人遐想的姿势, 从下往上的, 从后往前的, 伴随着相机咔嚓咔嚓, 各种形态的徐雪被我收入相册, 当然, 还有视频, 屋内灯光昏暗, 床上一片狼藉, 剧烈动作的时候, 女主角披头散发, 隐约露出那张与徐雪七十八分相似的脸, 格外诱人, 我把拿来还房贷的钱都花在徐芳身上了, 吃饭, 逛街, 买礼物, 当然, 还有开房, 前两个月徐雪没好意思问, 可能她觉得我在她家听到那些言论, 心里有气, 故意不给, 为此她特意放下身段来讨好了我几次, 玩了些之前未曾玩过的花样, 我假装很惊喜, 实际心里想的是不如你妹, 一次做完后, 她试探着问我, 最近老收到催款信息, 你是不是忘记往卡里打钱了? 我恍然道, 啊, 忘记告诉你, 最近跟着朋友搞投资, 钱都投进去了, 徐雪一听, 像炸了毛的猫, 什么? 投资? 投什么了? 为什么要投资啊, 你又不会那房贷怎么办? 一顿输出后, 可她可能意识到有点失态, 又放缓语气道, 你知道的, 我的收入只够日常花销, 前两个月房贷都是找公司预支的, 说到这, 她主动亲了我一下, 又问, 能不能先拿出来? 我为难地看着她, 恐怕不行, 这时候拿出来本金就没了, 徐雪脸色一僵, 那你投了多少啊? 二十万, 什么? 二十万, 徐雪绷不住了, 陈东你有病吧, 我们一共存款猜多少, 你敢投二十万? 哎呀, 老婆你就放心吧, 政府项目稳赚不赔的, 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这几个月先辛苦老婆下, 到时候二十万出去, 三十万回来, 都是你的。 然而, 徐雪没等到三十万, 先等到了徐芳怀孕的消息, 没错, 我的肿, 怎么办啊, 东哥? 徐芳看着手里的报告单, 一脸惊慌, 我把她搂进怀里, 温柔地说, 你如果喜欢小孩, 就生下来, 我养, 如果不喜欢, 就打掉, 我会照顾你。 简单两句话, 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徐芳, 我们的关系并不耻辱, 你随时可以告诉家里人, 我都会站出来, 那一刻, 徐芳脸色变了又变, 好像在做什么剧烈的思想斗争, 没错, 我在怂恿她公开, 这样我才可以继续我的计划, 可没想到, 自私如徐芳, 居然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怎么行, 这可是我唯一的骨肉, 我知道这是硬犬不行, 于是借着陪她做手术的名头, 悄悄买通医生, 说她的子宫壁很薄, 强行堕胎的话, 可能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果然这番话把徐芳吓得不行, 毕竟每个女人都有当母亲的权利, 于是思前想后, 她决定坦白, 爸, 妈, 我怀孕了, 周末的家庭剧餐上, 徐芳缓缓说出这番话, 直接把另外三人炸蒙了, 他们一动不动, 仿佛三座雕塑, 直到谁的筷子掉在桌子上, 发出啪哒一声, 谁的? 丈母娘首先发问, 徐芳看了我一眼, 我笑笑, 轻轻放下酒杯, 缓缓说道, 我的。 下一秒, 老丈人手中的杯子, 就朝着我脸飞过来, 我不躲不闪, 正中鼻梁, 一股温暖的液体流出来, 侧鼻的血腥味充满鼻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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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母娘浑身发抖地指着我, 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不理她, 抹了把脸上的血, 转头看向身旁的徐雪, 你呢, 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刻徐雪脸色刷白, 嘴巴动了动, 好半天才憋出两个字, 畜生。 哦, 什么畜生? 我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摞照片, 一张一张放到茶几上, 是这样的畜生吗? 照片都是徐雪和林大壮偷情时候拍的, 有香涌入酒店的, 有山顶停车坪的, 你们是不知道那天夕阳西下, 白色的引擎盖上落日余晖, 徐雪光溜溜的身子像盖着一层金子做的纱, 可好看了。 我一边分发照片, 一边给他们一一讲解, 这家酒店他们经常去, 不过我和小方是过了, 服务很差, 收费还贵。 你住口! 徐雪终于忍不住, 发疯似地叫起来, 陈东你什么意思? 认? 什么意思? 他做事就要扑过来抢照片, 我可不惯着, 一把把他推开, 这些照片我影印了很多份, 你是想关在家里自己看? 还是叫上隔壁邻居一起看? 或者明天去公司和同事们看? 哦, 对了, 一定要叫上你领导, 爱情动作片怎么能没有男主角呢? 徐雪眼睛冲血, 嘴里叫嚣着, 陈东我杀了你, 我也不甘示弱, 你来啊, 都给我闭嘴, 老丈人一拍桌子, 数百张照片, 洋洋洒洒落了一地, 你们, 你们, 他捂着胸口, 好像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丈母娘哭着, 替他问了, 徐雪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看了徐方一眼, 又掏出一份报告递给二老, 说, 别什么, 想有个自己的种而已。 没错, 是小宝的亲子鉴定, 上面明晃晃写着违反遗传规律, 排除突变因素, 我替你老徐家养了这么多年贱人和野种, 你们陪我一个, 不过分吧。 话说到这, 徐方终于明白过来, 陈东你什么意思? 拿我当报复的工具?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丈母娘一声惊叫, 老徐。 老徐你怎么了? 老徐。 老徐。 只见老丈人仰面朝上, 脸色惨白, 嘴唇乌子, 太阳穴青筋爆起, 喉咙里不断发出咕咕的声音, 老丈人心耿走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丈母娘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眼里再也没有了光, 追到会上, 她呆若木鸡, 面对亲戚朋友的慰问, 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印证, 只有在看到我时, 那股强烈的恨意, 让我很是内疚, 你走吧, 徐方不让我进去, 以后我家的事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徐雪站在她身后, 也是一脸默然, 我会和你离婚, 房子是我的, 债务也是我的, 与你无关。 这时, 小宝看到我, 想扑过来, 被他妈一把拉住, 不许去。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小宝如今性格很是跋扈, 他一口咬在徐雪手臂上, 后者吃痛, 他急忙挣脱出来, 扑进我怀里, 坏妈妈。 我才不要跟着你。 要换以前我可能会开心,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可今天,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氛围,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乖, 过去你妈妈那里, 爸爸改天来看你。 不, 我就要和爸爸在一起, 他不是你爸爸。 徐雪突然尖叫一声, 三两步迈到我面前。 一把抢过小宝, 指着我对他说, 他不是你爸爸, 知道吗? 他, 不是, 你爸爸。 他是, 你才不是我妈妈。 你好可怕, 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哈, 一记耳光重重扇在小宝脸上, 徐雪赤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你在出现在小宝面前, 别怪我不客气。 这时听到响动的宾客们纷纷围过来看情况, 徐雪怕失去理智, 连脱带拽地拎着撒泊打混的小宝离开了, 这就是你的计划。 徐芳冷漠地看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并不觉得自己错了, 回呛道, 他不忍, 我不义, 这叫天道好轮回。 说话间, 我突然看到林大壮徐雪的领导, 他那个拼头, 居然斜着妻子也来了, 他静止走到小宝跟前, 拿出一摞钱塞给他, 然后摸了摸他的脑袋, 似乎想抱抱他, 却被小宝躲开了, 我看着那两张莫名相似的脸,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立刻走到林大壮老婆面前, 把手机里的照片视频逐一放给他看, 诺, 你的老公和我的老婆。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不一会儿, 周围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陈东你发什么疯? 徐雪慌了, 林大壮健壮就要过来抢手机, 我立刻指着他说, 你不想我把这些发到你们公司邮箱就滚开。 林大壮瞬间哑了火, 拉起他老婆就想离开, 没想到他老婆一把甩开他的手,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张亲子鉴定, 和旁边贴的小宝和林大壮的脸, 他们结婚二十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这不会吧? 小宝好像七岁了, 那陈东这帽子戴得可够久熬, 听说徐家老二怀孕了勒, 也没结婚的, 一个生活不检点, 一个未婚先孕, 他老徐家门风够呛啊, 今天来的人大多是老徐家的亲朋友, 眼下都开始议论纷纷, 声音虽小, 却也很难当作听不到, 你们别说了, 徐雪肉眼可见地颤抖起来, 突然, 砰的一声,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丈母娘竟一头撞在了老丈人灵前, 鲜血顺着额头缓缓流下, 染红了地上一大片香灰, 骂, 骂, 徐雪徐方见状, 立刻冲上前扶起他, 一边找东西止血, 一边哆嗦着打120, 大家此刻也没了吃瓜的兴致, 纷纷晋升, 帮忙的帮忙, 离开的离开, 二老双双故去, 徐雪和徐方处理完后事后同时离职, 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 房子卖了, 钱用来还债, 同事们不知从哪知道了我的行径, 经常私下议论, 看到我又闭腿三射, 我受不了, 没多久也辞职走了, 说起来, 当年考到C市读大学, 我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如今二十年过去, 我仍然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是我错了吗? 错在哪里呢? 错在没有忍气吞声, 错在不能君子报仇, 只是每每午夜梦回, 想到徐方那张无辜的小脸, 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 我也无辜, 于是用了两个无辜来抵消我一个, 我没有深明大义, 没有宽容大度, 我小心眼, 我有仇必报, 于是我就报了, 哪怕我的结局并不好, 徐雪出轨了, 我跟着他来到一家酒店门口, 眼睁睁看着他钻进一个男人的怀里, 像条求欢的鱼, 而那个男人, 我并不陌生, 正是他的顶头上司林大壮, 妈的, 这就是他说的加班, 我钻紧拳头, 正想冲过去干他们一顿, 小姨子突然打电话来说, 儿子吐了, 让我赶紧带去看看, 没错, 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而他妈妈此刻正在别人的床上颠纹捣缝, 赶紧地, 回头我姐知道了, 又得骂你, 小姨子有些不耐烦地说, 骂我, 她现在可没功夫骂我, 不过小姨子的声音, 确实让我稍微冷静了点, 现在冲过去, 除了出口恶气屁用没有, 而且看徐雪这熟练的样子,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在想到不久前, 无意间瞟到她的手机, 谈框里宝贝两个字格外绿, 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我压着嗓子说, 一进门, 儿子抱着我的腿说, 饿了, 我看着那张和我半点不沾的脸, 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好像有点发烧, 我带她去检查一下, 到医院, 我唬着儿子抽了血, 然后带她去吃最喜欢的肯德基, 爸爸真好儿子笑眯眯地说, 徐雪平时可不准她吃这些,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们做了亲子鉴定, 晚上徐雪回家。 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和她亲密, 她起初有些抗拒, 但大概是怕被发现端倪, 推诿了两下就顺从了, 我还尝试了一些以前不敢玩的花样, 故意弄出一些动静, 她都没有反对, 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 八年夫妻, 六岁的儿子, 最亲近的两个人都是假的, 那还有什么是真的? 我在河边坐了整整一天, 看着眼前奔涌的河水, 心想桥归桥, 路归路, 畜生不配被超度, 回到家, 小姨子正在看书, 我拿出一条项链对她说, 小方, 快来帮你解试试, 我总觉得这颜色太暗, 不适合她。 时间是算好的, 所以当徐雪进门, 刚好看到我给小姨子戴项链的一幕, 披肩的长发, 洁白的天鹅井, 和我轻轻触碰, 又迅速收回的手, 一切都恰到好处, 你们在干什么? 徐雪声音变了调, 小姨子闻言一哆嗦, 脚下一软, 刚好跌进我怀里, 这可给徐雪气坏了, 她一个箭步上前拉开我俩, 啪, 一个巴掌就甩到我脸上, 沉冬, 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我装作很慌乱的样子解释道, 不是雪, 你误会了, 我误会你个S, 徐雪说着又想来挠我, 我赶忙拿出装项链的盒子说, 看, 买给你的, 怕不合适, 请小方是看看来着, 盒子上清楚印着送给我最爱的老婆, 她看到, 脸色这才稍微好点, 但小方的脸色可就没那么好了, 她本来就是个直性子, 当即怒对她解道, 有病吧, 吓我一跳,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桌奸吗? 这话说得难听, 又是她亲妹妹, 徐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嘴上劝道, 没事没事, 误会误会, 都是一家人, 心里想的却是, 这才到哪儿? 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我开始纵容小宝的一切行为习惯, 陪她玩电子游戏, 吃垃圾快餐, 告诉她想要什么就去抢, 得不到的就毁掉, 我知道怎样是对她好, 自然也知道怎样是对她不好, 晚上她也不让妈妈陪着睡觉了, 因为我会给她讲故事, 放电影, 什么蛊惑仔, 斗鱼, 无耻之徒, 我俩戴着耳机, 悄悄地沉浸在那片红与黑的热血里, 小宝越来越黏我, 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而我抚摸着他稚嫩的脸颊, 一遍一遍地告诉他, 放心, 爸爸会永远陪着你, 说实话, 我曾经很爱这个儿子, 可亲自鉴定的结果, 宛如一记耳光, 狠狠抽在我脸上, 打破了我最后一次幻想, 渐渐地许雪察觉到小宝的问题, 时不时请家长, 打架, 不写作业, 还喜欢乱发脾气, 许雪放下电话就开始骂我, 你怎么带小宝的, 都带成什么B样了, 我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小孩子嘛, 都这样的, 调皮是天性, 慢慢就好了, 都这样, 我没见哪个小孩像他这样, 要成绩没成绩, 要教养没教养, 和外面那些街溜子, 有什么区别, 许雪气得口不择言, 全然忘了小宝还在跟前, 他七岁了, 能听懂的, 我讨厌妈妈, 他哭着冲回卧室, 喷一声关上了门, 许雪在外面继续不依不饶, 而我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母子俩开始离心, 这就是我要的, 周末老丈人约吃饭, 许雪半道接了个电话说要加班, 我看着来电显示, 那个熟悉的林总,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有那么一刻, 我感觉自己取了一只鸡, 但我表面仍不动声色, 笑眯眯地叮嘱他道, 行, 老婆辛苦了, 晚上早点回来, 一到家, 老两口就围着小宝, 嘘寒问暖, 然后叫我去厨房做饭, 他们向来这样指使我, 因为我是外地人, 能娶到许雪这种本地待房的, 岳父母还是体制内, 高知, 纯属祖坟冒清烟, 是, 我祖坟冒清烟, 头上才会这么绿, 小冬啊, 你等下鸡汤炖好, 记得留一碗起来给雪雪熬, 他那么辛苦, 周末还加班, 再看看你, 爱, 爱你妈的鸟雕毛, 他加班给人吹口琴呢, 我心想, 嘴上说的却是, 好的妈, 还是您想的周到, 不一会儿, 小姨子也回来了, 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他今年二十三, 大学刚毕业, 小半年了, 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 我一边盛饭, 一边假装不经意地说, 小方, 我下个月就生经理了, 要招个助理, 你愿不愿意来试试, 一个月干好了, 六七千还是有的, 真的, 小姨子眼睛一亮, 那还有假, 我停下来, 看着岳父岳母, 忍不住真情流露道, 多亏你们这个安定的大后方, 我才能生这么快, 谢谢爸, 谢谢妈, 也谢谢小方, 丈母娘笑得合不拢嘴, 好, 好, 爸妈没看错人, 就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 没看错人, 我心里冷冷一笑, 也不知道当年是谁死活不同意许雪嫁给我的, 说什么没车, 没房没户口, 学习好没用, 孩子要姓许, 想到这, 一个邪恶的念头, 在我心中生起,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许雪凌晨一点多才回来, 我闻着她身上那股高级的男士香, 变态的心里又涌了上来, 我搂过她的腰亲上去, 想在客厅就地亲密一番, 彼时其他人都睡了, 在这死气沉沉的深夜里, 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 想老婆了, 我故意这么说, 果然许雪推诿了几下就顺从了, 要知道, 以前我们可从没有在自家床以外的地方亲热过, 我心里清楚她是出于愧疚才答应的, 于是更猖狂, 更肆无忌惮, 仿佛要把所有怨气都发泄进她身体里, 期间小姨子房门似乎打开了一下, 又很快关上了, 我听在耳里, 只觉得无比刺激, 天蒙蒙亮的时候, 我们才回房间, 小宝睡得正香, 而隔壁匆匆的脚步声, 应该是不知道憋了多久, 终于可以上厕所的老丈人,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看着一旁精疲力尽的徐雪, 心想, 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很和谐幸福的家庭, 却因为你的背叛, 即将变得支离破碎, 晚饭时候, 老丈人告诉徐雪, 徐芳工作有着落了, 徐雪很高兴, 但一听到试区给我当助理, 立刻大发雷霆道, 不行, 不准去, 语气之强硬, 饶恕我也没有想到, 姐你什么意思, 徐芳脸一下就垮下来了, 也是, 早就完五家双修, 一个月轻松几大千, 这么好的工作哪里找, 更别提顶头上司是姐夫, 这在公司里还不得横着走, 可徐雪就是不同意, 有什么能力找什么工作, 我不会让你走后门的, 她态度很明确, 给徐芳气了, 不是, 我找工作凭什么要你同意啊, 就凭我是你姐, 我一度怀疑徐雪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才不准徐芳来我这上班, 但架不住小姨子, 一哭二闹三上吊, 岳父母也一直帮着说好话, 徐雪最终答应, 让走正规流程, 面试家鄙试, 通过了就入职, 没通过就算了, 小芳这么优秀, 一定没问题的, 我如是道, 然后心里盘算着, 回去怎么跟人是说好话, 就知道姐夫最好了徐芳冲我比了个wink, 我心虚地瞟了眼徐雪, 没想到她也正看着我, 眼里的意味说不清, 道不明, 不管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你自己做的恶, 可怨不得我, 说实话, 从知道徐雪出轨到今天, 我跟着她走遍了C十个大酒店, 看了无数过去未曾见过的精致打扮, 从最初的暴怒, 不理解, 到平静, 无所谓, 我的内心已经逐渐变得麻木, 阴暗, 甚至有些扭曲, 离婚太便宜她了, 我要她家破人亡, 徐芳入职很顺利, 当然, 私下费了点功夫, 徐雪知道后, 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 陈东你什么意思, 明知道小芳, 她不适合这个岗位, 我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 怎么不适合了, 活少钱多, 多少人抢着药呢, 我想着, 这种好事, 当然要便宜自家人, 她一不会喝酒, 二不会应酬, 有什么用? 哦, 原来她以为我要让小芳去学着喝酒应酬, 那真是太小看我了, 不会的老婆, 我虽然是做市场的, 但手下还有那么多销售, 怎么也轮不到让个内勤去干这种事, 她要干的可比这厉害多了, 真的, 徐雪半信半疑, 那她能干什么? 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的。 我笑了笑, 慢慢靠近徐雪, 四目相对, 几乎脸贴着脸, 她呼出的暖气, 轻轻打在我脸上, 像在扇我耳光, 放心吧老婆, 我会手把手教她的。 说完就亲了上去, 顺便摁掉了正在通话中的电话, 我开始带着徐芳出入各种场合, 助理嘛, 自然要跟着经理, 不论上班还是加班, 陪我带娃也属于加班, 徐雪忙的时候我就会叫上她一起, 带着小宝出去吃喝玩乐, 什么可乐薯条炸鸡块, 起码冲浪过山车, 全是徐雪明令禁止的, 当妈的主要怕危险, 但我不怕, 一是我不做, 二来, 小宝的意外险二百万, 受益人是我, 徐芳刚开始还不太乐意, 但每次结束后, 我都会送她礼物, 小到口红香水, 大到手串项链, 再加上小宝又是她亲侄子, 渐渐的, 她也融入了这个家庭的氛围里, 有一次我们去坐热气球, 我本来不想上, 工作人员说的句不行了, 要爸爸妈妈一起带宝宝, 她大概是好意, 想让爸爸也参与进来, 我听在耳里, 突然心声一记, 我把小宝拉到一边, 小声告诉她, 你刚才听到了, 这个热气球, 只能爸爸妈妈带宝宝坐, 所以你得暂时叫小姨妈妈, 知道吗? 小宝不宜有她, 为了坐热气球, 一秒都没有犹豫, 就对徐芳叫道, 妈妈妈妈, 快带我坐, 徐芳脸刷的一下, 红成了猴子屁股,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登上了热气球, 期间我恐高, 好几次下软在徐芳怀里, 她搂着我小声安慰, 而小宝也谨遵我的嘱咐, 全程都叫徐芳妈妈, 落地后, 我花高价买下了这段视频, 美其名曰留作纪念, 小芳, 谢谢你今天陪我们, 小雪平时工作忙, 小宝难得这么开心, 我从后备箱拿出一个 Cuddy的礼品袋, 里面是一个包, 正价小三万, 徐芳肉眼可见地激动起来, 两眼冒着星星说, 姐夫, 这也太贵重了吧, 要是被我姐知道, 又得骂你败家了, 上班还有工资呢, 你只是帮你姐姐陪伴我们, 当然也该有酬劳才是, 我说的一本正经, 谁知小芳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说了句, 不用这么见外, 其实我, 我也很愿意的, 公司推出了一批特价房, 仅供内部购买, 比周围房价便宜了好几十万, 徐芳听到消息, 立刻跑来问我, 我告诉, 她是有这么回事, 而且, 以我的职务, 肯定可以拿到名额, 不过就算便宜几十万, 也要一百多, 还得全款, 你知道的, 当初我和你姐买房子, 你爸妈已经支持了首付, 我再去要, 不合适啊, 我故作为难地说, 那以我的名义呢, 徐芳两眼放光, 恕不知我心里放的光比她更甚, 这次卖楼, 明面上是员工福利, 实际是公司资金周转出问题了, 再用这种方式众筹, 再说那房子问题颇多, 比如地理位置, 房屋质量, 最重要是产权, 没个十年八年的办不下来, 但架不住便宜啊, 而且高层放出风声, 什么化为经济序列以后, 要怎么怎么样, 一副今天的我你爱达不理, 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的样子, 我一边假装可惜, 一边不动声色的鼓吹道, 哎, 可惜小宝已经上学了, 学区房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 不然那地方是真不错, 等配套起来, 房价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哦, 果然, 徐芳坐不住了, 姐夫, 你一定要把名额争取到, 爸妈那边我去说, 当晚老丈人就召开了家庭会议, 没想到徐雪第一个反对, 不行, 他还那么小, 买什么房子, 再说, 现在家里也拿不出一百万那么多, 徐芳听了当即火冒三丈, 凭什么给你买, 就有钱给我买就没有, 我小妈生的, 我是买来结婚, 是吧, 不是买来骗姐夫月工的吗, 什么, 徐雪听了一愣, 哈哈, 没想到被我听到了吧, 爸妈出首富房子, 落你名姐夫, 还房贷以后, 万一有什么房子归你, 啪, 一劲儿光, 重重扇在徐芳脸上,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是徐雪, 她此刻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 再也没了往日端庄矜持的模样, 而我,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冷冷一笑, 徐芳要跳楼, 父母的区别对待, 还平白挨了一巴掌, 以他那骄横跋扈的性格, 跳楼也是合情合理的, 岳母顿时慌了神, 忙不迭地答应道, 买, 妈给你买, 不就一房子, 咱买就是了, 你快下来, 别踩花了屋, 哦, 这会儿又有钱了, 徐芳站在窗台上, 脸上的表情不似说着玩, 我, 我和你爸还有四十万, 都给你, 都给你, 岳母叫岳父赶紧去拿存折, 那剩下的怎么办, 岳母哭红了眼的看向徐雪, 太姐, 你要首付的时候, 我可是一点没犹豫, 这会儿就帮帮你妹妹吧, 啊, 徐雪脸色难看极了, 疯了吧, 我哪来那么多钱, 你们有房子, 可以抵押贷款, 徐芳好心提醒道, 当然, 这些都是我不经意间透露给她的, 正所谓不打没准备的账, 徐雪那点金粮, 我拿捏得明明白白, 把我房子抵押了, 给你买, 徐雪气笑了, 徐芳也不多说, 做事就要往下跳, 丈母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你们两个别闹了行不行, 是我和你爸没能力, 没有给你们一人买一套, 她仿佛用尽了所有力气, 满头银丝在阳光的照射下更白了, 我赶紧上前扶起她, 红着眼睛对徐雪说, 老婆算了, 就听妈的吧, 一家人和和气气才最重要,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房子又没你的份, 都别说了, 丈母娘背好一声, 整个房间瞬间安静如鸡, 小芳, 你先下来, 妈答应你, 给你买, 然后她又转向徐雪, 雪, 算妈借你的, 行吗? 我给你打欠条, 徐雪到底是溜不过她妈, 还是把房子拿去抵押了, 带出来六十万, 加上劳两口的四十万, 一百万, 整整齐齐, 一分不少, 恭喜你, 即将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庆功宴上, 我举着酒杯, 笑眯眯地看着徐芳, 因为她, 我拿了十多万提成, 而整个公司一共筹到两个多亿的现金, 还得谢谢姐夫帮我抢名额呢, 徐芳今天打扮得格外娇俏, 看向我的眼神里, 好像也多了点别的情绪, 宴会上她频频碰杯, 推杯换盏, 不一会儿就醉醺醺的了, 我借口送她回去, 告别了大家, 副驾上的徐芳软软的, 像一滩水, 怎么也不肯系安全带, 我担心出事, 只好探过身子去帮她, 谁知她一把搂过我的脖子, 四目相对, 眼神拉丝, 越来越重的呼吸间, 有欲望在翻涌, 姐夫, 这个家只有你懂我, 姐夫, 今晚我不想回去, 这一夜, 我们都没有回去,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激情过后, 徐芳沉沉睡去, 当然, 也可能是我酒里的安眠药剂量放大了些, 细细, 随后我拿出徐雪的工作服, 给她套上, 摆出好些个惹人遐想的姿势, 从下往上的, 从后往前的, 伴随着相机咔嚓咔嚓, 各种形态的徐雪, 被我收入相册, 当然, 还有视频, 屋内灯光昏暗, 床上一片狼藉, 剧烈动作的时候, 女主角披头散发, 隐约露出那张与徐雪七十八分相似的脸, 格外诱人, 我把拿来还房贷的钱都花在徐芳身上了, 吃饭, 逛街, 买礼物, 当然, 还有开房, 前两个月, 徐雪没好意思问, 可能她觉得我在她家听到那些言论, 心里有气, 故意不给, 为此她特意放下身段来讨好了我几次, 玩了些之前未曾玩过的花样, 我假装很惊喜, 实际心里想的是不如你妹, 一次做完后, 她试探着问我, 最近老收到催款信息, 你是不是忘记往卡里打钱了? 我恍然道, 啊, 忘记告诉你, 最近跟着朋友搞投资, 钱都投进去了, 徐雪一听, 像炸了毛的猫, 什么? 投资? 投什么了? 为什么要投资啊? 你又不会那房贷怎么办? 一顿输出后, 可她可能意识到有点失态, 又放缓语气道, 你知道的, 我的收入只够日常花销, 前两个月房贷都是找公司预支的, 说到这。 她主动亲了我一下, 又问, 能不能先拿出来? 我为难地看着她, 恐怕不行, 这时候拿出来本金就没了, 徐雪脸色一降, 那你投了多少啊? 二十万。 什么? 二十万。 徐雪绷不住了, 陈东你有病吧, 我们一共存款, 才多少你敢投二十万? 哎呀, 老婆, 你就放心吧, 政府项目稳赚不赔的。 我信实淡淡地保证道, 这几个月先辛苦老婆下, 到时候二十万出去, 三十万回来, 都是你的。 然而, 徐雪梅等到三十万。 先等到了徐芳怀孕的消息, 没错, 我的肿, 怎么办啊, 东哥。 徐芳看着手里的报告单, 一脸惊慌, 我把她搂进怀里, 温柔地说, 你如果喜欢小孩, 就生下来, 我养, 如果不喜欢, 就打掉, 我会照顾你。 简单两句话, 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其实我不止一次告诉徐芳, 我们的关系并不耻辱, 你随时可以告诉家里人, 我都会站出来。 那一刻, 徐芳脸色变了又变, 好像在做什么剧烈的思想斗争, 没错, 我在怂恿她公开, 这样我才可以继续我的计划。 可没想到, 自私如徐芳, 居然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怎么行, 这可是我唯一的骨肉, 我知道这是硬圈不行, 于是借着陪她做手术的名头, 悄悄买通医生, 说她的子宫壁很薄。 强行堕胎的话, 可能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果然这番话把徐芳吓得不行, 毕竟每个女人都有当母亲的权利, 于是思前想后, 她决定坦白, 爸, 妈, 我怀孕了。 周末的家庭聚餐上, 徐芳缓缓说出这番话, 直接把另外三人乍蒙了, 他们一动不动, 仿佛三座雕塑, 直到谁的筷子掉在桌子上, 发出啪哒一声, 谁的? 丈母娘首先发问, 徐芳看了我一眼, 我笑笑, 轻轻放下酒杯, 缓缓说道, 我的。 下一秒, 老丈人手中的杯子就朝着我脸飞过来, 我不躲不闪, 正中鼻梁, 一股温暖的液体流出来, 刺鼻的血腥味充满鼻腔,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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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母娘浑身发抖地指着我, 却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不理她, 抹了把脸上的血, 转头看向身旁的徐雪, 你呢, 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刻徐雪脸色刷白, 嘴巴动了动, 好半天才憋出两个字, 畜生。 哦, 什么畜生? 我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摞照片, 一张一张放到茶几上, 是这样的畜生吗? 照片都是徐雪和林大壮偷情时候拍的, 有乡庸入酒店的, 有山顶停车坪的, 你们是不知道, 那天夕阳西下, 白色的引擎盖上落日余晖, 徐雪光溜溜的身子, 像盖着一层金子做的纱, 可好看了。 我一边分发照片, 一边给他们一一讲解, 这家酒店他们经常去, 不过我和小方是过了, 服务很差, 收费还贵, 你住口。 徐雪终于忍不住, 发疯似地叫起来, 陈东你什么意思? 嗯, 什么意思? 他做事就要扑过来抢照片, 我可不惯着, 一把把他推开, 这些照片我影印了很多份, 你是想关在家里自己看, 还是叫上隔壁邻居一起看, 或者明天去公司和同事们看。 哦, 对了, 一定要叫上你领导, 爱情动作片怎么能没有男主角呢? 徐雪眼睛冲血, 嘴里叫嚣着, 陈东我杀了你, 我也不甘示弱, 你来啊, 都给我闭嘴。 老丈人一拍桌子, 数百张照片洋洋洒洒落了一地, 你们, 你们, 他捂着胸口, 好像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丈母娘哭着, 替他问了, 徐雪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看了徐芳一眼, 又掏出一份报告递给二老, 说, 别什么, 想有个自己的种而已。 没错, 是小宝的亲子鉴定, 上面明晃晃写着违反遗传规律, 排除突变因素。 我替你老徐家养了这么多年贱人和野种, 你们陪我一个, 不过分吧。 话说到这, 徐芳终于明白过来, 陈冬你什么意思? 拿我当报复的工具? 然而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丈母娘一声惊叫, 老徐。 老徐你怎么了, 老徐? 老徐, 只见老丈人仰面朝上, 脸色惨白, 嘴唇污漬, 太阳穴青筋爆起, 喉咙里不断发出咕咕的声音, 老丈人心耿走了,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丈母娘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眼里再也没有了光, 追到会上, 她呆若母鸡。 面对亲戚朋友的慰问, 也有一搭没一搭的硬着, 只有在看到我时, 那股强烈的恨意, 让我很是内疚, 你走吧, 徐芳不让我进去, 以后我家的事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徐雪站在她身后, 也是一脸默然, 我会和你离婚, 房子是我的, 债务也是我的, 与你无关。 这时小宝看到我, 想扑过来, 被他妈一把拉住, 不许去。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小宝如今性格很是跋扈, 他一口咬在徐雪手臂上, 后者吃痛。 他急忙挣脱出来, 扑进我怀里, 坏妈妈。 我才不要跟着你, 要换以前我可能会开心,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可今天,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氛围, 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乖, 过去你妈妈那里, 爸爸改天来看你。 不, 我就要和爸爸在一起, 他不是你爸爸。 徐雪突然尖叫一声, 三两步迈到我面前, 一把抢过小宝, 指着我对他说, 他不是你爸爸, 知道吗? 他不是你爸爸, 他是, 你才不是我妈妈, 你好可怕, 我不要你这样的妈妈。 哈, 一记耳光重重扇在小宝脸上, 徐雪赤红着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我说, 你在出现在小宝面前, 别怪我不客气。 这时, 听到响动的宾客们, 纷纷围过来看情况, 徐雪怕失去理智。 连拖带拽地拎着撒泼打混的小宝离开了, 这就是你的计划。 徐方冷漠地看着我, 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并不觉得自己错了, 回呛道, 他不忍, 我不义, 这叫天道好轮回。 说话间, 我突然看到林大壮, 徐雪的领导, 他那个拼头, 居然斜着妻子也来了, 他静止走到小宝跟前, 拿出一摞钱塞给他, 然后摸了摸他的脑袋, 似乎想抱抱他, 却被小宝躲开了, 我看着那两张莫名相似的脸,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立刻走到林大壮老婆面前, 把手机里的照片视频逐一放给他看。 诺, 你的老公和我的老婆。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不一会儿, 周围就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沉冬你发什么疯。 徐雪慌了, 林大壮见状就要过来抢手机, 我立刻指着他说, 你不想我把这些发到你们公司邮箱就滚开。 林大壮瞬间哑了火, 拉起他老婆就想离开, 没想到他老婆一把甩开他的手,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那张亲子鉴定 和旁边贴的小宝和林大壮的脸。 他们结婚二十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这不会吧? 小宝好像七岁了, 那沉冬这帽子戴得可够久傲。 听说徐家老二怀孕了勒, 也没结婚的, 一个生活不检点, 一个未婚先孕, 他老徐家门风够呛啊。 今天来的人大多是老徐家的亲朋友, 眼下都开始议论纷纷, 声音虽小, 却也很难当作听不到, 你们别说了。 徐雪肉眼可见地颤抖起来, 突然, 砰的一声。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丈母娘竟一头撞在了老丈人灵前。 鲜血顺着额头缓缓流下, 染红了地上一大片香灰, 骂, 骂。 徐雪徐方见状, 立刻冲上前扶起他, 一边找东西止血, 一边哆嗦着打120, 大家此刻也没了吃瓜的兴致, 纷纷晋升, 帮忙的帮忙, 离开的离开, 二老双双故去, 徐雪和徐方处理完后事后同时离职, 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婚协议放在茶几上, 房子卖了, 钱用来还债, 同事们不知从哪知道了我的行径, 经常私下议论, 看到我又避退三射, 我受不了, 没多久也辞职走了, 说起来, 当年考到C市读大学, 我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如今二十年过去, 我仍然截然一身, 什么都没有, 是我错了吗? 错在哪里呢? 错在没有忍气吞声。 错在不能君子报仇, 只是每每午夜梦回, 想到徐方那张无辜的小脸。 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 我也无辜, 于是用了两个无辜来抵消我一个, 我没有深明大义, 没有宽容大度, 我小心眼, 我有仇必报, 于是我就报了, 哪怕我的结局并不好。 拍拖下来也猜疑 brute恮но。 对不起来也猜疑。 好的,